这两天在各大医院的急诊室 挂号的人是变多了 而很多人的原因 就是这一场沙尘暴 今年最大的沙尘暴来袭 不少人都明显感受到身体不适 我本身就有皮肤很容易过敏 皮肤很薄 那空气一脏 就全身发痒受不了 除了皮肤过敏 还有不少病患 因为眼睛不舒服就诊 一大早急诊室出现了 眼睛净杀红肿发痒的病例 在我们上面上眼皮 跟我们这个眼睛中间 这个里面 那这个就翻出来 我们才拿得到 医师表示 因为沙尘暴挂急诊的病患 幸好暴露在室外时间不长 症状不算太严重 但提醒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 要特别留意 这是某种size的微粒 它可能会进去就容易停留 在下呼吸道 然后就造成刺激是不是 刺激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沙尘暴来袭 体质敏感的民众 最好尽量少出门 不得已一定要戴口罩和护目镜 有呼吸道疾病民众 也可以随身携带气管扩张剂 在呼吸困难时使用 医师我们一个一个来谈 我有气喘 我昨天其实出去 但是我就想说去吃个饭也好 我有戴口罩 可是我还是气喘差一点要发作 然后这两天非常非常不舒服 对于这些呼吸道不好的 特别是气喘患者 戴口罩在沙尘暴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用 有的农业专家他们研究了 但是没有相当大规模说 沙尘暴来的时候 酸雨会减少 也有人认为说沙尘暴有好处 就是能够把一些肥料 甲 甲离子然后磷等等 让它全国各地通通有 而减少这样的那个 土壤变成不肥沃 如果从这两个假说来看的话 其实沙跟沉这两个东西 必定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离子像磷甲 或者硫酸 这种盐啊 比较容易刺激的东西 所以会造成皮肤的刺激 或者是汗腺皮脂腺的阻塞 再加上睫膜 脚膜等等的刺激 让它有流眼类的痛感觉 再进去就是呼吸道 刚刚讲到的那个 让本来有过敏体责人 因为刺激性发炎增加 敷补物增加 自然就引发气喘 鼻子过敏 甚至于皮肤过敏的情形增加 再加上看到这么不沙沙 心里很不爽 睡也睡不着 血压冲高 然后本来就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人 发作的机会就相对的增加 所以这个是身跟心 其实有互相作用的结果 让刚刚詹老师所说的 很多死亡率跟着上升的原因 所以你戴口罩 也许对大的颗粒是有用的 这小于10个micron以下的 恐怕也不见得容易 能够让你这样子过敏掉 那不然怎么办呢 躲在家里不要出去最安全 尽量是在 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出去 外面做活动 那必要的时候 也许口罩箱那个外科口罩那种的 还不至于戴N95了 外科口罩那种 也许多戴一两层 让他吸进去的那个量 少一点的话 致意性就比较少 所以如果说你是有气喘 呼吸道疾病的民众 不要以为只戴一层 简单的裸臂 穿材购的一个10个口罩 出去你就共是百分之百安全 反而是要至少要戴外科的口罩 然后多戴一层多戴一层 否则那个所谓的 更小的悬浮微粒进去 他还是会诱发你的气窗 我们来整理一下 沙尘暴到底对人体的健康 会有哪一些可能的危害 第一个 刚刚理事医师也讲到皮肤 因为他那些含的 不管是金属物质 或其他的这些物质呢 会导致你的皮线 皮脂线 还有汗线堵塞 可能你就会发炎 皮肤炎的部分 发炎发氧发红 流泪分泌物增加 如果再曝露时间 再久一点 可能就会变成慢性的结膜炎 呼吸道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会诱发过敏性的气喘 然后嘴巴鼻子的黏膜 有些老皮 会越来越严重 呼吸道可能会发炎 甚至可能会变成是沉肺症 可是这个要暴露 很久很久的时间 心血管 等一下我们再好好谈 为什么沙尘暴 会导致心脏病的急剧发作 那道理是什么 待会我们跟你说 心血管疾病的人 要特别注意现在媒体很少谈到这个 心血管疾病遇到沙尘暴要更注意 胸闷头痛头晕 严重会导致心脏疾病发作 还有其他流行性的出血热病毒 这个当然比较少见了 我们刚刚谈到怎么办 最好不要出去 可是非得出去呢 拜托戴口罩 戴好一点的口罩 窗户 拜托关起来 尽量不要打开 然后呢 注意行车安全 回家就赶快洗手洗脸 甚至洗澡 然后不要再抽烟喝酒 也不要喝冰水 我再请教一下李医师 刚刚甄老师说 沙尘暴来的时候 心脏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会增加3% 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沙尘暴我们吸引起 好像比较费而已 为什么会导致心脏病的发作 就是刚刚我们一直在谈的 就是除了说刺激本身 再加上里面带有一些离子的东西 菌气吸进去 造成一些作用 引发一些一连串的发言性反应 而其实大部分的心肌梗塞 跟发言性反应 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比如说我们说那个CRP 这种很容易直接指示说 有没有体内产生一些 发言性反应的一个物质 那大部分的这种心脏血管疾病 突然间发作的病人 这个发言性物质都会增加的 所以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其实是因为透过外界的刺激 加上内在一些发言性反应的增加 再加上血压 因为失眠 或者是其他的情绪因素而让它冲高 它本来就有血脂高 本来那个血管壁就比较堵塞 那这样子突然间发生心肌梗塞的机会就蛮大 赵老师你的说法 对刚刚那个李医师提到的就是我们讲做全身性的发言反应 我们的那个异物 杀疹的时候或是一般的空气污染 如果太严重的时候你又吸进去很多 你马上到这个你的肺部以后 然后就引发到你全身这个反应 那反应以后这个发言的就会让刚刚这个李医师提到 本来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的血管他的这个冠状动末 有一些这个本来就有病变了 他就会像那个水库一样 那个堵得不好 他整个就崩溃就开始这样 这是一种讲法 国际上还有一种讲法 就是说我们会飞这么远的围力都会很小 所以今天是有很多很小的围力带着 跟着大的围力一直被吹到台湾来 那个很小的围力呢 甚至呢有的就是直接穿过血管 然后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神经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脏是 是要靠神经去控制他一些跳动 所以国际上对于这样的一个基转 认为是存在的 就是很小很小的围力 会来直接的影响到心脏的功能 所以我们叫做直接的清洗的功能 所以国际上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在进行 我个人也是在进行 当年呢就是去年在北京的奥运会的时候 他们也很担心 北京如果空气污染不改善 那些运动也那么激烈的运动 那如果那个反应是那么快 也就是说他们算到说我们算过就可能三小时 就会有很剧烈的反应 所以他们在这样的结果之下 那决定说一定要好好把那个污染源减少一半啊等等 你还记得美国的这个运动员去的时候是戴口罩下去的 所以这些事情是有这样子的医学基础 让我们觉得说空气污染的急性效应是很大的 那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那个激转大概是在这 刘广宁刘老师 到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按照张老师跟李医师他的说法 沙尘暴的确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是很大的 特别是在所谓的气转呼吸道以及心脏疾病这些的患者身上 我们现在气象局我们大概能够提早预报说 豪宁特报 豪宁特报 然后也大概说到底那个整个土石流 我们会有一些警告 对于沙尘暴我们的气象能掌握的程度到底到多少 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前面刚才张老师特别提到 这个奥运会上的治理 实际上天然也有个条件 在去年以前这个起沙的原地 就是我们的核桃一溪的这个地区 它雨量是一直在增加的 所以它的雨一直在增加 然后呢就是像刘少臣刘老师说的 这个整个全球暖化的关系呢 导致西北利亚 这个高压一直在减弱 那减弱的结果就变成说 它来的时候呢它强度就减少了 可是今年这一次不同 我又要拿出这张图来看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贝加尔湖 然后这里我画了这个红圈圈的这个区域 所以一高一低 这就具备了一个起沙的条件了 再加上它又干旱了 那个多雨的那个时间又过去了 所以它就形成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以我的判断来讲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